Hello,大家好,这里是穷电影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电影,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影解说 有些电影的剧情真的很简单 甚至三句两句你就能说完 但其表达的含义往往才是电影的核心 今天我们要说的密室电影叫《铁门》 我成了一开始将其当作密室精神电影去看 最后才发现还是太年轻了 影片开始出现了一句话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两页 怒刺吧,怒刺光的消失 这是出自一位英国著名的诗人作家之手 这位才华横映的诗人 属于饮酒过量 去世时年仅39岁 随后男主出现在我们眼前 他在一个密室前来 身边还有一只死去的老鼠 等他完全清醒后才意识到 自己似乎被困在了一个密室内 密室内除了死老鼠一个铁柜 最后他远远也打不开的大忙 一开始他对着大门呼喊 还说别开玩笑的兄弟 我要上班了 本想掏出手机打电话求助 可是手机在这个密室内根本没有信号 没有信号的手机还有何用 男主被切了半身 那个锁着的铁柜内到底有什么 他更不知道自己为何被关在了这里 之前的一些事情他也想不起来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处境到底有多技能 尿急了就直接拉开大门放水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越来越烦躁 因为不管怎么对着大门呼喊 不管说什么 那边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然后就在房间内各种沙坡 我想说留着力气寻找出路不香吗 当时间到了第二天 男主已经没有多少力气去折腾了 手机还是那样没有信号 最尴尬的就是 不想将手机放在口袋里面 却掉了下来 然后直接摔坏了 看来这肯定不是诺基亚 诺基亚摔散开了 装起来还是可以用 第一天 男主可以直接拉开大门放水 但第二天 他用自己的鞋子接尿 然后喝了下去 虽然很恶心 但这样的方式是对的 能缺水 可活不了太久 喝完尿后 男主又开始照着了起来 他对着顶上的灯拍来拍去 最后发现 这上面竟然有一把钥匙 好不容易将钥匙给弄了下来 然后他打开了旁边的铁柜 里面到底有什么 在没有打开的那刻 我都很好奇 最后才发现 里面竟然是喷火枪 还有氧气瓶一类的东西 这难道是让他自己破开大门吗 男主开始还很开心 然后对着顶上的消防喷头 一顿门操作 最后才发现 这喷头就是那种玩的 根本没有水 现在耽误自己 就是破开大门 找到出去的路 但这大门 比他想象的更加坚固 火烤竟然毫无作用 这让他生气的 对着顶上的消防喷头 照着了起来 可是杀气 也解决不了 他被困在这里的事实 没力气的男主 终于坐了下来 他在想 到底是谁将自己 关在了这里 为什么要这么做 甚至他还幻想着 自己万一逃出去 该干嘛干嘛 男主倒是还挺乐观的 想法虽好 但任中而道远 毕竟人还困在座里面 男主拿起了 地上的枣子和铁锤 对着墙壁上的洞 就是一段猛渣 过程中 男主的手 不知道被砸到了多少次 就让他忍不住骂娘 不过他并没有放弃 一次两次 没有食物就吃地上 老鼠亭内爬出了蛆虫 看来男主为了活着 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终于他找开了一个口子 看到了墙壁内的干净 然后烹火枪 终于有了作用 在他挖开一个洞 爬进去后 男主的喜悦之情 还没有展开就发现 自己竟然又来到了 另外一个秘室内 这是什么鬼 眼前的一幕 让人很绝望 当然如他所想 这第二个房间的大门 也是打不开的 这时的男主 如一个孩子一样 又气又委屈 当他定睛一看 才发现 这里面还有一个棺材 让他直接打开 是肯定不敢的 随男主去隔壁拿了工具 准备掀开盖子看看 如果里面有这样是啥的 狠狠干死他 最后才发现 里面竟然是一个妹子 一开始 男主以为妹子死了 当妹子跳起来后 反而被吓一跳 当奈何对方说的是德语 两个人根本无法沟通 妹子害怕的 跑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男主要过来 这是因为让他更加的害怕 而这个女人 就是我们的女主 女主看到一个陌生人 害怕是正常的 男主显然也不想吓他 最后只能先在这边休息 随了后来 女主竟然爬了过来 他叫醒了男主 因为他需要男主继续当苦力 如果没有男主的话 他们可能会一直被困在这里 而没有食物和水 又能坚持多久呢 现在他们打算在第二个房间 找一个洞出来 一开始 他让女主扶着 然后他用铁锤 但是女主担心砸到这的手 所以就放了过来 但女主的这点力气 红年满月才能着窗 最后还是男主自己来 男主的嘴巴一直抱怨着 但因为两个人的语言不通 所以就各做各的 毕竟彼此之间 要说性能还谈不上 女主最后生气的 骂了男主是个没准的男人 但男主其实也很累 如果他有食物有力气 哪会不想出去呢 但男主发现 女主去另外一个房间 是为了小便 急忙跑了过去 男主可不是为了对女主 做一些猥琐之事 而是为了让他将尿液给收集起来 毕竟男主被困三天 三天没有喝多少水 虽然两人语言不通 但女主似乎也明白了 男主所说的意思 按照他说的去坐冷 随后 两人又回到了第二个房间内 因为他们还没有完成工作 女主坐下来表示 我很失恋我的家人 但我也不记得 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或者说之前的一些事情 都不记得了 当然这些话 男主也是听不太懂的 但看到女主哭了 男主显然也有点不好受 他只能安慰对方不要放弃 虽然语言不一定听得懂 但人脸上的表情 和说话的语气 本身也能感觉到一二 男主说 你唱首歌听听吧 男主带头 最后女主也被他所感染 原本还比较生疏的关系 瞬间就拉近了 就在此时男主的手被铁锤砸到 女主急忙帮他爆炸 然后两个人发现 配合之下 后面的门竟然有打开的动静 一开始 他们以为是别人的恶作剧 但每次配合的时候 就会有反应 可惜一转身就停了 男主表示不能盯着大门看 然后用倒推的方式 最后终于打开了这扇门 可门的另外一边 并没有任何人 只有另外一个房间 还有一个木坑和一块墓碑 可木坑内啥也没有 这个房间是几个意思 难道是让他们来解密的 可是解密的也不像 若是如第二个房间一样 那么他们是不是 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打开大门呢 他们在那个木坑内 各种着各种挖 可是弄了许久 门都没有反应 男主累得顿不了了 他太虚弱了 他觉得自己可能真的出不去了 然后男主盯着女主 再看看手上的工具 他在想 难道设计这个游戏的人 是为了让自己吃掉女主吗 如果真的踏出这一步 不就和野兽一样 虽然这样确实会延缓活下去的时间 但这终究是男主不愿意做的 男主放弃了 女主得志 男主并不想杀害自己 帮他爬上了木坑 不然这个木坑 或许就是为他准备的 在女主的帮助下 两个人终于上来了 女主也曾多次试过 打开大门 但根本行不通 他知道男主的情况 肯定坚持不了多久 然后女主最近让我证据的事情 他脱掉了男主的衣服裤子 明眼人应该知道女主要干嘛 他准备在男主死之前 和他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至少让他享受一方再离开龙市 结束后 两个人都躺在地上累坏了 等男主再次醒来 其实他是有机会干掉女主的 但他最后去另外一个房间 将棺材内的布条给撕了下来 盖在女主身上 他准备就这样等死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门突然有了反应 难道他们能逃出去了 他们依旧是背对着门 然后门真的打开了 而这个外界竟然是室外桃源 天上还有几颗巨大的星球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当初看完的时候 我觉得难道他们被抓起来 带到了一星球玩游戏吗 后来想想不对 然后也看了别人的点评 大概知道了一些眉目 影片开头的那句 似乎也是对过往留年的领悟 首先那三个房间 也代表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男主一个人 如同一个干露社会的年轻人一般 然后为了建立自己的事业 为了生活 再不断的努力 当然也尝试了各种办法 最后发现那些看似洁净的办法 最后都是无用的 比如直接打开门 比如用手机 比如用喷火枪 通通行不通 最后就辛苦的脚踏实地的 着穿墙壁才可以 然后男主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名女郎 其实也暗示了家庭的到来 最初我们都是一个人 然后有了家庭 而在这里导演想要表达的一点 就是家庭如果是各干各的 是没有幸福的 最初的两人其实就是如此 一开始他们不熟悉 肯定不会接触 但认识之后也有各种摩擦 如同两个人磨合的过程 最后就是携手努力 一起着墙 但两个人合作的内扣 幸福之门悄悄打开 他们也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而这个阶段 其实更像是周老年的阶段 那个没有名字的墓碑 和一个已经挖好的坟墓 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此时的死生正在召唤他们 是去往天堂还是地狱 选择都在于他们自己 当然如别人说的一样 这里面突然有一段 不可描述的桥段 我也是不太理解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 为了阐述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 为了追求各种 而忽视了彼此之间的感情 但到了生命的尽头 才知道去真心 老来扶持确实很重要 但你要放弃的那一刻 另外一半在旁边鼓励你 甚至拉着你 不让你走 但最后一刻 他们来到了先进一般的地方 这里应该就是天堂 这就是他们时候该去的地方 这一点相信大家很好理解 因为这里不太可能是外星球 毕竟电影中的隐喻确实也很明显 当然也有人说他们早就死了 然后这里只是他们去往天堂和地狱的考验 一念天堂地狱 不过每个人的看法都不同 只要你能从中 误导东西就行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